陈建總統強調民選總統扮演的是監管角色 他不能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 這是陈總統在民選總統制度檢討報告出爐之後 首次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陈建總統指出 5年任期讓他體會到民選總統所扮演的角色 他認同進逐民選總統的門檻必須進一步提高 總統的意見由國會議長哈里馬向國會宣讀 陳總統認為政府接納憲法委員會的建議 是朝正確的方向邁進 並強調民選總統必須有效執行 看管第二把要事的角色 總統也說他同意檢討委員會建議 每隔一段時間保留讓特定族群敬住民選總統的做法 以體現總統扮演維護多元種族特色的精神